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世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在中国传统社会里,都有多子多福这个说法,对于国家而言,人口也是财富的象征,更是国力强盛的一个重要标志,可是在南宋时期,民间就出现了其异的现象,刚刚生下来的儿子往往会被逆死,即生子布局,因为在当时有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说法,所谓的生子布局,指的是生育料儿子而不养育。 这种现象广泛建于南宋民间,而且这种行为完全是民间的自发行为,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,在中国古代,一直讲究的是多子多福,父慈子孝,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之下,竟然还有如此的野蛮现象出现,实在让人瞅目结舌,在南宋以前,生子布局就已出现,这源于一个封建民信,而且整体范围不大。 民间认为,五月是一个不祥的月份,因为五月被称为恶月,尤其是五月初五,更是一个十分忌讳的日子,俗称五毒日,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将会加害于父母,在风俗通义中就记载,五月五日生育,难害父,引害母,在南尊女卑的封建社会,难害父的传言更让人忌惮。 所以一直以来,五月初五生子布局主要受害者还是男婴,五月初五生子会招来不祥的说法之民间很有市场,还从一度在皇室中流传。 据说,宋徽宗就出生育,五月初五,虽然没有被逆死,但为料不招计会,他生下来便被送到宫外抚养。 宋徽宗长大继位后,也受生子布局风俗的影响,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十月初十。 到料南宋末年,生子布局的现象进一步扩大,不仅仅局限于五月初五,也不局限于男婴。 据说当时的农妇已经生育过三个子女,如果再出现第四胎,便无法养活。 其实在中男婴女的封建时代,被逆死祸丢弃的女婴远远多于男婴,直到亲战时,这种现象还十分普遍。 客观地讲,这种生子布局不仅仅是英回封建民心的关系,也是很多贫困人家无奈之下的选择。 因为生活贫困,加上南宋时期土地坚并严重,农民生活状况苦不堪言。 在这种情况下,民间或能控制自家的人口数量,将多生的孩子才忍地处理掉,从医学的角度出发。 当时的医学不发达,妇女们做不到合理的避孕,况且,妇女避孕和堕胎在当时是要被人耻笑的,而且还会因此而被社会所不容。 正是因为如此,很多妇女因为生理条件好,几乎绵绵生育,既然不能堕胎那或能生下来,可是又没有能力抚养,除了逆死别无他法。 还有一些情况比较特殊,很多富裕家庭也有生子不举的现象发生,但他们的理由则不是因为贫苦,而是担心多生儿子会造成财产分散,最终导致财力不济而被其他大户所兼定。 无料后世继续保持自己的家族地位,所以不得不将心生因而逆死,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,这种生子不举的现象对国家造成要一定的打击。 人兵不忘让偏哀意欲的南宋朝廷被感焦虑,以当时国家的财力,兵力已经很难抵挡北方的女珍,蒙古,这时人口的缓慢增长,限制,要生产力和财政税收,以及国家兵源,这对朝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。 无料有力的抵制这种现象,南宋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,试图通过经济上的辅助来鼓励人口生育,可是僧多粥少,由于需要救助的人太多,而朝廷给的也太少,这也导致很多措施开此复中,不能实行。 俗语说虎独不食子,作为父母没有不想让子女健康成长的,但要是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不能解决时,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有被人伦的行为。 说到底,国家太弱,普通百姓的生活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,能吃上饭,能活下去才是最基本的道理。 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